大家都陌生,有人这样调侃,苏氏一生坎坷,不是被点折,就是在被点折的路上。 苏氏晚年也曾写下一首诗,《紫巢》,是哪首诗呢? 今天,让我们先读一读吧。 苏氏晚年看到金山寺自己的画像,抚尖追悉,感慨万千,他自嘲自己这一生漂泊不定,如不济之舟,也自嘲自己一生的工业就是连续被点,先后被点到黄州,惠州,还有当州。 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苏氏被点的第一章,黄州,去看看,在黄州写下的这篇词作里面,流露出了词人怎样的志趣。 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词作,大家先读一读课题吧。 不算子,黄州定会院,宇居座。 根据该词的特点,我将学习目标设定为以下四个。 一,仿佛诵读,感知词意。 二,品味意象,感受意境。 三,分析技巧,感悟情怀。 四,拓展阅读,体悟矿达。 读诗词,知人论是非常重要的,先让我们了解作者和写作背景。 苏氏是北宋的文学家,还是书画家,美食家,自子章,好东坡居士。 是四川美洲人,苏氏历北宋五朝,一生龙鲁迭起,才情好话。 诗,文,词,皆独步历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 他的著述宏弘复,著由东坡一转,苏东坡全集,和东坡岳福等。 那么,这首词是写于什么背景之下呢? 这首词写于1080年,也就是苏氏因所谓的乌台诗案,被写为黄州团流故事。 乌台诗案是北宋著名的文字语。 当时牵连圣广,苏氏在狱中也自夺必死,对苏氏一生的影响极大。 而这首词就是,他被贬到黄州,在定会院,月夜感性之作。 到黄州之初,苏氏灰心渡口,谢绝与外界的往来,与友人间彼此一问全无。 据说呀,苏氏当时同,以前许多的好友,写过书信,但是皆没有收到回信,因此他感到心灰意冷。 所以,他不能不身怀幽居孤独的影中。 此词以幽人自称,就反映了他在这种特定环境下的心情。 先让我们去诵读吧。 来,看到我们的词题。 不算子是词牌名,黄州定会院玉居座是题目。 黄州在哪里呢?黄州就在今天的湖北黄港。 定会院啊,它是长院,也就是说苏氏它被贬到黄州啊,连自己的住所都没有。 玉居在长院里面。 那什么叫玉居呢? 玉居原指寄居他国的光阳贵族。 后来放纸绅士,寄居在他乡的地主、绅士官员等人。 苏氏出自黄州,一家人就寄居在定会院中。 现在请同学们打开课本,自读词作。 那首先老师要求大家要读准字音和节奏,试着看能不能找出本词的运脚呢? 咱们开始吧。 好,同学们,相信大家都读完一到两遍了吧? 那么现在,我们来听一听放读。 在听的过程中,希望同学们能手脑并用,在课本的相应位置雕好读音和节奏。 缺越,我疏痛,柔断,人出尽。 实际游人,独往爱,飘渺顾红颜。 荆棘却回头,有恨,无人性。 渐渐寒至,不堪棋。 今晚,杀周浪。 好,同学,你们的节奏标好了没有? 那么这里有两个字,老师要提醒大家。 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一个多音字,可以读省,还可以读省。 在这里读省,省是什么意思? 在这里是知晓的意思。 好,再看下一个。 七,七夕,等于七。 我们再来看一看,俊家语。 我们可以看到,偶聚的聚末分别是哪些字呢? 静,饮,醒,冷。 我们压的是什么音呢? 压的是音韵。 好,现在大家再对着大屏幕。 根据划分的节奏和正确的字音,再自读词作一遍。 开始读吧。 好,现在我们要进行下一步,希望同学们能够结合注释、疏通、词意。 来,给大家一点时间。 来,我们先看到扇片。 缺月,缺月,挂疏通,漏断,人出尽。 什么叫缺月? 残缺的月亮,挂在稀疏的梧桐树上。 漏断呢? 诸节里面给我们提到,漏断指的就是深夜。 古人有用漏断,人出尽,就是夜深了,人们都安静下来了。 好,那么同学把这屏幕上的解释来读一读。 弯弯的勾月,悬挂在疏落的梧桐树上。 夜狼人静,漏湖的水早已滴光了。 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红领。 幽人在诸节里面提到,什么叫幽人呢? 指的是幽居之人,在这里是作者的自称。 谁看到幽人独自往来呢? 只有天天孤夜飘渺的身影。 什么叫飘渺啊? 飘渺是若有若无,时影时现。 夏天,旌旗却回头,永恨无人喜。 谁旌旗却回头呢? 这里是对孤红的妙喜。 黑夜中的他,突然受到惊吓, 纵然飞骑,并频频回头。 但没有人理解他内心的无限忧恨。 渐尽寒之不肯欺,寂寞杀众人。 这里仍然是对孤红的描写。 他不断于寒冷的树之间, 群寻,然而不肯欺息于任何一棵树上。 最后只能寂寞地降落在轻冷的沙洲上。 那么这里有一个说法是良情责目而兮。 优秀的鸟往往总是会选择理想的树目去栖息。 那么从这里看,我们的孤红, 解尽寒之不肯欺,他不肯欺息于树之上。 于是他便选择读树在哪里? 读树在亲人的沙洲上。 好,在这里我们疏通了词意。 那么是不是说我们就把本首词作读懂了呢? 不是的,俗话说,诗以言至,歌以勇情,文贵在区。 词人啊,往往表达情感是比较含蓄的。 正如本首词,他便将词人的情感寄托在物象中。 那寄托了词人情感的物象, 我们有个专业的术语,他叫什么呢? 他叫意象。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走进目标二。 品读意象,感受意见。 那么先请同学们,从词作中去寻找意象。 看看其人描绘了哪些景或者物呢? 开始找吧。 嗯,很快同学们就能找到,对不对? 首先我们看到了,缺越,还有疏童, 还有呢,漏断,妞人,孤红, 杭枝,沙粥。 同学们先看一看啊, 这些意象用了哪些词来形容它们呢? 这些形容词带给我们一种什么感受? 非常的孤寂,亲人。 嗯,这是我们初读意象的感受。 那么我们还需要细细去品味意象, 隐藏着的作者的情思。 来,先来我们看到第一组意象。 缺越,疏童,肉短。 大家仔细评估一下, 你从这三个意象中能体会到作者怎样的情感呢? 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三个意象组合在一起, 给我们构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 构造了一个寂寞, 亲人的世界, 是不是? 它其实可以算作是什么描写呀? 环境描写,对不对? 嗯,那这环境描写, 除了给我们营造了一种清冷的氛围, 它还为夏文的, 幽人和孤红的出场, 做了铺垫。 那对于作者情感的体现呢? 缺越挂书童, 漏断人出镜。 我们发现作者在半夜时分, 人们都睡下了, 他却独自清醒, 从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 他因为贬折内心的凄苦, 所以这一种意象有这种效果, 构成了一个寂寞清冷的世界, 为幽人孤红的出场做了铺垫, 烘托了作者激青的心情。 好, 接着我们看, 下面一个, 幽人。 幽人是幽居之人, 此人经常这样称呼折换生亚中的自己, 幽人扶枕做叹息, 幽人夜度无往线, 他常常以幽人自居, 因为他与外界往来甚少, 那从幽人这一称呼中, 我们能体会到做着怎样的心情。 在这深夜, 他独自出来漫步, 无人相伴, 他孤苦的心境也无人知晓, 那在这里我们再次体会到做着内心的孤独。 我们再看词中描绘的主体, 孤红也是本词一个重要的意象。 孤红指的是孤单的红艳, 红艳是一种候鸟, 春秋千禧, 在古诗词里, 文人常常将红艳录文, 因此红艳成为了常见的意象。 那么, 红艳这一意象, 在诗词中有哪些固定的含义呢? 我们来一一揭晓吧。 首先, 因为大艳是候鸟, 定期南飞北往, 这就容易使那些滞留外乡, 不能如期回家的人, 对比自己, 生发出无尽的优思。 比如, 薛道恒在《仁日思归》中就这样说道, 人归落雁后, 私发在花前。 我的思乡之情, 在开花之前就已经出生了, 可是直到大雁被归, 我还是不能回家。 这里我们读到了诗人满腔的思乡之情。 欧阳修细达原证中也有这样一句, 夜闻归宴生相思, 病入新年感悟化。 在晚上听到了归宴的声音, 我生发了相思之情。 因此,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诗词中的宴归宴经常代表什么之情呢? 代表思乡之情。 好, 同学们可以记下来。 再看一下, 下面, 宴还有什么固定的? 我国古代有红艳传说的传说, 因此啊, 人们又能大雁承担了信使的使命。 比如说, 杜甫天末怀礼拜中就这样写, 红艳几十道, 江湖秋水多。 这是杜甫思念以白的一首诗。 红艳几十道, 它的意思是, 我寄给你的书信, 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在王弯的赤北过山下中, 他也这样写的, 乡书何处答, 归艳若阳边。 我写给家里的家书, 什么时候才能到达呢? 归艳啊, 希望你能把它烧到若阳。 那从这两句诗看来, 我们的归艳经常还承担信使的使命。 那么艳还有一种固定的含义。 因为艳总是结证群飞, 经常组成人字或者一字形集体迁徙, 因此孤艳、断艳、孤红、断红, 也就成为诗人表达自己孤苦飘泊之感的意象。 比如蒋洁在于美人听语中, 就这样感叹道, 转言听于克州中, 江阔云堤, 断艳, 巧西风。 人到中年啊, 漂泊在外, 克居他乡, 在异国他乡的小舟上听雨, 看江面开阔, 水天相亲, 断艳的一声哀鸣, 便添了无际的哀死。 在这里就写出了词人漂泊之苦。 本词中的谁见幽人独往来, 飘渺孤红尹正是取了孤艳这一意象, 借孤艳来表达了自己被贬折内心的孤期。 现在我请同学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啊, 在本词中, 词人是如何去描绘孤红的呢? 请同学们迅速找到描绘孤红的句子。 首先我们看到有这样两句, 惊奇却回头, 有恨无人行。 这孤红在夜间, 不知受了什么惊吓, 骤蓝起飞, 频频回头, 但是没有人知晓他内心的忧恨。 那我们来看这一句, 我们能体会到作者怎样的情感, 联系作者的当时的遭遇来看。 作者遭遇五台诗案, 在狱中自夺必死, 虽然最后他没有罹难, 但是牢狱之灾的于尽游存, 也就是说, 作者的内心还是非常的紧空的。 慈人心中仍然充满了悠长未及之感, 因为一首诗竟险些以来杀生之祸。 慈人心中分明是有恨的, 很小人当道, 才美不得重用, 无人理解, 很封建社会文字域, 对人才的摧残。 那么这里我们看到, 作者也同我们的乌红一样, 心中有惊, 亦有恨。 我们看到描绘孤红的还有这一句。 简禁寒之不肯欺, 寂寞杀周人。 这里是对孤红行动的描写, 也是慈人高洁情怀的写照。 寒之这一意向暗示出了当时, 慈人的处计非常的凄凉。 苏氏为人正直, 有操守, 为官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所以新旧两党均将其排挤。 苏氏却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立场, 这正是简禁寒之不肯欺的孤红, 即使无之可依, 也仍然有自己的操守。 读到这里我们发现, 慈人表面写红, 其实处处在写自己。 红是人, 人是红。 通过对立项的解读, 我们对慈作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现在让我们来进行一个小节。 我们发现, 上天写幽人, 幽人孤独, 如孤红。 先写了夜景幽行, 为幽人孤红的出场, 营造了氛围, 接着写幽人孤红往来。 冷落七斤的夜晚呀, 唯有孤红与幽人相对, 那孤傲不全的孤红, 正是独来独往的幽人的化身。 而夏天写孤红, 孤红幽恨如幽人。 孤红被惊奇, 惊慌高飞, 心怀幽恨却无人能懂。 韩林千枝却不肯栖息, 最后他悲鸣着飞过长江, 落在了寂寞荒冷的沙粥上。 诗群孤红与诗志幽人互相叠印, 意买挂通。 我们发现, 这天词座最重要的两个意象就是, 谁呢? 就是幽人和孤红。 这一系列异象的悦用, 给我们营造了一种怎样的意境呢? 我们感受到了整首词是优寒清冷的, 我们也感受到了词人处处流露的孤独感伤。 上读诗词呀, 我们还不得不要提一提写作技巧。 恰当的写作技巧的运用, 往往都使我们的诗词, 摇曳生姿, 带人去追。 那么同学们, 读到这里, 请同学们再次思考, 这篇词座呀, 你认为它运用了什么写作技巧呢? 细心的同学可以发现, 在我们的阅读提示中, 其实已经告诉我们了, 对不对? 运用了什么手法呢? 运用了托物书怀。 托物书怀有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我们所寄托的物象啊, 与我们所要表达的对象之间, 必须有相似之处。 其实我们刚刚发现了, 我们的幽人和孤红, 是不是有很多相似之处呢? 好, 老师给大家列了一个表格, 现在请同学们再读词作。 从处境、心理、 还有志趣相方面, 对孤红和幽人的相似之处, 做一个总结归档。 好, 开始吧。 好, 同学们, 首先我们看一看在处境方面, 二者的相似之处。 孤红是怎样呢? 独肃荒冷沙中, 而幽人呢? 他是欲居定会长远, 两个人处境都一样, 是飘零失所呀。 在心理方面呢? 孤红是一惊一恨, 而我们的幽人是一恨一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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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都和幽恨惊恐。 在秩序方面呢? 孤红是择目而欺, 无目可欺, 他就选速杀中, 而幽人是坚守理想, 不予心就达, 同流合污, 那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坚持操守的。 那读到这里我们才知道, 词人他写孤红其实是为了写谁? 是为了写自己。 这种借用某种具体的形象的事物, 暗示特定的人物或视理, 以表达真挚的感情和深刻的寓意的写法, 就叫象征。 那么我们发现, 作者其实是想写孤红的择目而欺, 来表达自己坚守理想的志趣, 那这种写法便是托物舒怀。 词人托物舒怀, 运用象征的手法, 将心独运地通过红的孤独飘渺, 惊起回头, 怀抱忧恨和选求诉处, 调达了作者贬折黄州时期的 孤寂处境和洁生字号, 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 初遍黄州, 苏氏的内心是孤独爱上的。 但是黄州的岁月对于苏东坡来说, 是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时期。 如果说苏氏是一支有物, 苏东坡则是一支蝶, 而这种叠变刑则是在黄州完成的。 苏氏在黄州的心理路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由前期的痛苦孤独到中期的自行测误, 再到后期的超越矿大。 我们可以通过苏氏的一些代表词作来窥见他的心理变化。 在1080年写下了不算子, 在这里面流露出的情感是失忆自伤的。 而在1080年所写的《灭奴胶赤地怀骨》中, 我们感受到了苏氏虽时运不济, 却仍超脱矿大。 1080年《电风波》中有一句, 一说音语任平生, 我们更感受到了苏氏不畏坎坷, 笑看风雨的潇洒姿态。 而1083年换西沙, 门前流水善能熙, 胸将白发唱还击一句, 更是展现了苏氏热爱生活, 广达乐观的豪迈胸襟。 现在,请跟着老师一起去闪读苏氏的《幻西沙》。 来,同学们可以跟着我们的放读, 以及去朗读这首词作。 《幻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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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起水》。 《清泉寺》。 《苏氏》。 《山下蓝牙》。 《谷inaire人你越生》。 《苏氏》。 《全宪》。 《谷好本》。 《凯町》。 《打鸭承吧?》 《清泉沙》。 《赞� melted g ing》。 《游泉沙》。 《浅流水善能熙》。 这里面可能有一句比较难理解 什么叫唱黄姬呢 唱黄姬在这里意为感叹时光的流逝 修江白发唱黄姬 意为不要在年老的时候感叹时光流逝 好,我们再一起去看一看 这首词写了什么呢 我们看善雀的首两句 描绘了狼牙出发 松金沙鹿洁净无泥的早春景象 给我们呈现了一幅非常清新的 生机岸然的画面 呃,畏惧潇潇沐鱼紫龟题 这沐鱼和紫龟的哀题 又给这景物蒙上了一层悲哀的色彩 我们再看夏天 夏天 雀人并未继续当逆于紫龟 哀题带来的丑丝当中 而是避风避爪 谁到人生无在少 他为何有如此感慨呢 因为他看到门前的流水尚能往西流 人们常说 花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可是 此人似乎从这门前的东流之水尚能吸回中得到了启发 谁说 人到老年就该哀叹呢 所以作者从这眼前的实物当中发出了这样的开叹 修江白发唱狂鸡 不要在年老的时候感叹时光流逝 年老了 人可大有作为 那从这首词作中啊 我们看到贬折生涯中的苏氏 他的积极乐观 这首词作呀 充分体现了苏氏 老当义壮 自强不息 热爱生活 宽达乐观的精神面貌 在贬折到黄州的初期 苏氏是低沉苦嫩的 但他很快从中逃离出来 面对人生的困境 他没有颓废 没有逃避 而是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 去挑战 所以他战胜了生活 战胜了自我 所以我们才看到 苏氏是一个无畏风雨 笑看坎坷的潇洒之人 是一个超然物外 随遇而安的旷大之人 于秋雨 有一句话说得好 苏东坡成全了黄州 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 黄州的岁月对苏东坡来说 实在是太重要了 东坡做官时间最长的地方是黄州 有四年零两个月 东坡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 文学上的代表作 一词二赋 也就是念奴交 赤壁怀骨 前后赤壁赋 书法上的代表作 韩石铁都坐于黄州 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这号称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 韩石铁都坐于黄州 自艺潇洒 正如苏世 他那超越旷大的性格一般 东坡在黄州写的那些杰作 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一个新的美学等级 也宣告着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 最后请同学去阅读 于秋雨的苏东坡突围这一文章 去品味苏子的人生哲学 如今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风雨 从最初的荒乱无措 到如今的井然有序 种植成城 我们也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 完成了一场休业 一次成长 苏子教会了我们如何笑看风雨 那便是 十一份洒脱 怀满腔矿大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珍藏这种力量 将生命中的每一次磨难 化作心中最美的日月 同学们 这节课就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聆听